嗨大家好我是林海洋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什么呢 大家我相信很多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佛教道教 还有很多朋友不一定是信教 但是不管你任何的教义 很多人都知道说有做焉供 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下 什么叫焉供不能做错 否则反让众鬼随身 这很可怕 所以你认为做焉供那么容易吗 你看到我桌上摆的东西 我等一下会一一跟大家做解说 焉供的起源 焉供的是一个起源 距今一千六百多年了 当时佛教传到西藏地区 藏王赤松德赞 想盖寺庙弘扬佛法 但白天建好寺庙 晚上总会给妖魔鬼怪破坏 一直盖了很久也盖不好 你知道吗很多庙宇 我看到很多庙宇 我去石定的那个路上 也有庙宇盖到一半 没有盖好的 就是那个地方阴气特别重 但是他们没有做法会吧 因为通常盖庙的时候 先要把地那块地先清净 第一个地要清净 在动土的时候要有一段时间 是晒太阳晒很久 那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是阴气很重的地方 要先砍树木 因为它才能够阳光进来 树是会照音的 你们知道吗 森林跟树都照音 你们大概知道 好所以如果不知道 我今天跟大家讲清楚 所以你要那块地很干净的时候 你要在四方 四面八方先做阉供 然后要做法会 做法会以后 而且要找一个好日子 然后请上司或者法师 来把这块地先整个让它变得更好 那些妖魔鬼怪不会在那块地上面 才不会影响大家盖 盖庙的一个情况 不过这两年 台湾的庙宇又增加很多 大大小小庙增加很多 公司找了很多 但庙宇又增加了很多 我们讲一下 有很多其他的国家 泰国的庙宇也很多 大家知道 泰国庙都很大很漂亮很庄严 但是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的对岸 有很多的庙宇都失修了 九年失修了 然后佛陀的身体 或者他的脸部 甚至他的身体都有裂痕 都没有人九年失修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有很多地方的庙宇 看起来那个寺庙的佛祖 佛像好像在掉眼泪 有没有看到 眼睛往下看 然后好像在掉眼泪 就是在替众生 觉得众生在受苦受难当中 所以那些佛都在掉眼泪 那我们自己要想办法 把这些这个驱鬼驱魔 好不好 我们自己想办法驱鬼驱魔 好 接个下来呢 焉共有功德 来 接下来 焉共对三宝最上之共物 羽翼以香云供养三宝 看到没 用香 然后又云雾缭绕 得清净身口义之体 获得三宝一样的慈悲 达成智利利他的功德 就近捏盘 就近捏盘三世诸佛 对不对 所以焉共对三宝最上的共物 羽翼就是以香云供养三宝 然后得清净身口义之体 获得三宝一样的慈悲 所以放生就是救赎那些 我们能看见的众生 而焉共者是对世间看不见的 那些恶道众生的救度 就是我们在救赎他们 这样知道 不一定是我们的业障 可能是别人的 也可能是我们家庭里面成员的 因为他会在你这个附近出现的话 就可能不是你以前 前三世做了什么 多不好的业报 而是可能你的家人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兄弟姐妹 做的业报也很多 所以此生莫作业 有没有看到 我们不常讲此生莫作业 然后焉共可以立意累事的冤心在主 中阴生六道终生也能立即亡魂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死去的人 所以这些焉共 来 等一下前面那一页 焉共可立意累事的冤心在主 中阴生六道终生也能立即死亡的人 消除他们的业障 怨灯 然后免受恶趣恶苦行 因为一个人如果是成恶鬼的话 通常恶魔的话都是前辈子的没有修行的人 所以他此生 他这一生又没有修行 那前三世又做了很多业障 所以在佛在经文中常告诫 是想要成为父的人 一定要有一些 没有不失心的人 就是要有一些 有不失心的人 施焉共者也可以得到无量的福报 除尽违缘障碍 增长顺源 积累功德之良 所以我们积累功德之良 在这个月当中太阴化季 本来这集节目 我是要提早做给大家 那我想最近 已经快到农历五月了 那子午正冲月呢 刚好是连针化霜剂 五毒攻心 你看到没有 台湾的业障真的越来越多了 今天死亡76个人 其中还有五个是小孩 那真的很冤死 我刚才讲过那个冤死的 就是那个小孩嘛 他说他看到了很多 他不应该看到那些鬼魅啊 之类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做焉共的同时 先静心 然后除障碍 这除障碍呢 包括我们本事的业障 要先除掉 比如说你跟父母亲感情不好 要先修缘 好不好 把缘分修好 然后对父母亲稍微要尽孝 要尽孝 那就算尽孝不一定是拿很多钱哦 比如说言语上的啦 或者行为上的 这个顺从 顺从也是大笑哦 比如说爸爸妈妈 有时候对我们不太高兴 我们就不要怎么样 反驳 即便他讲的话呢 不一定都很正确嘛 但是我们不要太用犀利的话来反驳 那也是顺从 笑跟顺 顺就达成了 对不对 笑是 像儿子要跪在地上 对不对 帮父母什么洗脚 以前的古理是这样 你有没有帮父母洗过一把脸 洗过一只脚呢 没有吧 很多人现在都从来不做这种事情 有时候呢就是跟父母拥抱一下啦 不过现在最近因为Code 19 我也不希望你们这样做啦 就是说我们要笑跟顺父母 好那第二件事情呢 当然在笑顺以外呢 家里要和谐 比如说夫妻感情虽然不好嘛 不要每天恶言相向 这个恶言就会产生更大的恶缘 这个恶缘就会变成你的冤亲在主 因为你每天跟他产生越来越大的恶缘以后呢 他死后不甘心 他就会来变利鬼来抓你 很多人夫妻吵架 我死不甘 我拔眉来扭你的腳 有没有听过这种话 有吧 对 半夜来抓你的 把你的脚拖走 就拖着你跟他下地狱去 所以你想想看啊 要不要产生恶缘 我们不能有违缘 也不能有障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夫妻之间也好 情侣之间也好 感情之间呢 虽然不能顺遂嘛 不能产生更大的恶缘 知道吗 好 那你不想跟他生活在一起 除非他愿意离开 若他不愿意离开不要强行 为什么 因为强行会产生更大的恶缘 说不定就被杀 被打 是吧 现在很多人是这样 所以那个 那个恐怖的事情就会发生 好 那另外的话呢 年纪越大的时候呢 你就要越懂得 以退为进 为什么要以退为进呢 你看到不好的人 你为什么要 你不闪开他呢 对吧 这个叫以退为进 你就稍微闪一下嘛 他在发脾气 你稍微躲一下嘛 对不对 不要顶嘴嘛 免得又什么 违缘又多障碍多几成 这样大家知道了 那另外的兄弟姐妹更是如此了 那子女也是一样 你教养子女 你这不成才啦 你不成气啦 哎呦成才成气是你说的吗 说明他老的时候他就成气了 对 他现在没有受到苦难嘛 因为受到你的保护嘛 对 那你看呢 很多人呢 在他的年轻的时候非常辛苦 他走过的坎坷经济道路了 反而成就了他 所以我们现在呢 整个的国际局势呢 是坎坷又经济的道路 而且呢 闲逐非常惊险 对不对 每天都非常惊险不是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呢 好好的静下心来 这也是磨练我们最好的时候 但是绝对不能让我们自己打挂 不是吗 好 那今天跟大家讲点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看后面还有 好 那据传这一千六百多年前 刚才这个讲过了 来 好 那焉供要上供下施 恭请所有的诸佛菩萨 以及我们累世的冤亲债主 有的用铜香炉 或是陶瓷香炉 有圆形四方形六角形等等 他们不同的形式或是供养的不一样 好 我建议大家呢 尽量就是用铜香炉 或者玉的香炉 你看到没有铜的香炉 那如果你用圆木的香炉也是可以的 像这个圆形的代表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点香的时候呢 要顺时钟哦 不能逆时钟 不是那个陈时钟 好 我们在点香炉的时候呢 他在点 好 那你就要顺时钟点 好不好 不要逆时钟 因为呢 我们才会有顺境 因为香呢 他是希望我们走顺境 所以呢 你在点香的时候呢 要顺时钟 那顺时钟点的时候呢 你就香不能这样子逆时钟点 你看这样是不是逆时钟 不可以哦 要顺时钟 这样叫逆时钟 这样叫顺时钟 这样会的 好 那圆形的叫做功德圆满 一切都会圆满 莲花的话有个好处 像这个一炷香 莲花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让我们呢 心如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 就是我们不会再碰到更多的违缘障碍 那玉炉的话呢 你看这个玉炉非常漂亮 对不对 他就是很尊贵的玉炉 这个叫三层炉 一二三 三层玉炉 就是步步高升的意思 那当然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玉炉 那我也恭喜你 没有的话也不用强求 好不好 用玉做的炉也很好 通常一般的话呢 就是皇宫内院才有的炉 那另外的话呢 用琉璃做炉也很好 琉璃 这个琉璃炉也很好 这琉璃炉看到了没有 琉璃炉 有花 蕙 而且是绿色的 绿色代表生生不息 那这个香 你要点什么香呢 要第一个要先除炉香 好 刚才讲过一件事情 要先除炉香 像这个叫除炉香 看到没有 烟共粉的除炉香 我们先点除炉香 点了半个小时以后呢 再来点招财香 才有效 最少点半个小时 好 其实呢 我们一个小时里面呢 如果是六十分钟 你最少要点三十分钟的除炉香 你不要点十分钟没有用的 不要点一刻没有用的 为什么 除炉没有那么快的 就像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心情要愉快 我们都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微云障碍有很多嘛 有冤亲在主也很多嘛 那这个冤亲在主要怎么让他去除呢 所以呢每天可以什么 早晚共襄 早餐跟晚上都可以 因为白天要上班 所以你起床以后呢 你就可以共襄 好我教大家 第一个呢 如果你要呢 事业前途光明 要在前阳台 就是办公室的阳台前面也可以 就大门外面那边也是 阳台或巡观 就要出大门外面那边 才是叫前阳台 我们住的房子的前阳台 那如果你要家运昌隆 财富更大的话 就要后阳台 这样大家知道吗 前阳台跟后阳台之分差别很大 那如果你是住那个别墅的话 那有那个花卉啦 有蚂蚁啦 然后有蟑螂啦 也有那些树精啦 那个更多了 那个违缘障碍更多了 那些晚上都会出来呢 怎么样 看着你 对不对 那你平常如果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不管怎么样的话呢 先供一炷香 像这样一炷香也可以 一个盘香也可以 通常盘香都不会太多 像这种就可以点一整天的香 熔岩甘露香 这个就可以点一整天 像这个熔岩甘露香呢 这样一吃的话呢 这个是柴园广进的熔岩甘露香 点在这炉里面呢就可以 像这个炉才可以 或者这个炉才可以 或者这种炉 要大的炉才型熔岩甘露香 这个可以给一整天 那通常呢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 都会用这种 橙香 水橙香 或者天然橙香 或者檀香粉 之类的香粉 或者小盘香 都可以 那如果你想招财 很多人说 那熔岩香 熔岩香是最好的 那倒流香也可以 有一种香芋可以用倒流香 这个是属于倒流香 这个橙香 这种形状叫倒流香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的话呢 应该大家很清楚 那这个呢 就是擦香的 就是盘香用的 不是擦 这个也可以擦一根的香 也可以擦一根的香 也可以盘香 这个 那这个呢 如果我们平常呢 比如说你已经在剪香了 你有这些东西有没有 像这个是蜜娜 那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檀香 来我跟大家讲 这是西藏用的 来 这是西藏用的 看到了没有 这是西藏的 看到了 好 那这个西藏的那个 谈诚用的里面 你里面有八宝 里面有八宝的话呢 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你平常会念经 或者你平常会修 比如说像你会念 也可以 你就可以买一串这种 开始念 每天念 早上念一下 108遍 那一颗念一次 这样会吗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神咒 那至于其他的神咒 如果你会念也可以 比如说你要念招财咒 招财咒有分六种 那如果化煞咒有很多种 化煞咒有很多种 通常我会念观世音菩萨的化煞咒 比如说你们在我的拍卖会上 官网上面 如果你有请了一些 那些什么化煞神器 招财神器 开云神器 我都会帮大家先祈福跟加持过 那这个也可以挂在你的香乳上面 就是平常 就让香乳熏香 那因为你摸过以后 我们平常会挂在身上 或摸过以后 它有一些人体的晦气 因为我们可能每天出去 会碰到不好的人 或者碰到不好的事 那你是不是就把它净化一下 这样的话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这种香 我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种香盘的话 这种长香盘 通常就是会有一种小的香盘在里面 那这种大香盘有什么作用呢 你看到没有这非常漂亮 好那这可以盖起来的 后面有三朵莲花 前面有三朵莲花 这个可以盖起来 那这个香盘比较江湖 的用途是什么 你点香的时候 来我跟大家讲 你点了这个香以后呢 我们现在做上供下施 那你就可以念 你不会念都没关系 你念 用手扇不能用口吹 知道吧 因为口吃无苦杂粮 你吃很多肉啊 这不好 那佛家是不吃分的 所以你看你放上去以后 来那你盖起来 看到没有可以盖起来 家里有小朋友的人 用这样的共襄方法非常好 安全 这样大家知道这样安全 那如果你用这样的香盘 长的香盘 这就要顾着啦 你不能就走开喔 因为呢 你顾着才不会让他呢 万一熄火啦 或者呢 被小孩去玩啦 或者别人帮你打斑 都很麻烦 所以这炷香点到尾端的时候呢 你才能离开 好不好 那这炷香呢 通常都是最少30分钟左右 没有15分钟的香 好不好 除非他的香做的不好 那通常一般我们都会30分钟 就是实陈上来讲的话 好那我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的话呢 就是说 供香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上供下施 这个香 这个我们在淹供的时候是非常大的 你看这样子 它就会继续燃 这个我是用这个慧安城香 慧安城香现在是蛮贵的 但是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你用好香 我们要上高香 我们要上好香 你知道你不要买那种便宜的香 便宜的香 有些时候呢 它有比较不好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就是太便宜的香不要 为什么 因为你供好香 才会得好源 这样大家知道了 好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的话 也希望呢 我们现在开始呢 我们当然要诚心的 把我们的违缘障碍 把我们的那些 这个冤亲债主赶快的请走 那请走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救赎跟平安 大家健康就很好 因为你点香的时候 你就会安静下来 你也可以打坐 中指放这样 你也可以打坐 两脚盘 盘起来 你也可以打坐 眼睛闭起来 你可以念 那像我的话 我就会念话刀的经文 我来北新的经文 以後呢 我就会念话刀的经文 台语也好 國语也好都可以 没有关係 你只要会念就可以 希望大家好好的 来做一些研究 然后呢 也希望我们的维允障碍呢 还有我们的冤亲再族赶快离开 我们健康会更好 希望我们不要染疫情 也希望呢 祈求我们国太平安 风谎与正以外呢 我们台湾的百姓 以及全球的所有的百姓 所有的粉丝们都能够平安顺遂 一切吉祥如意 喜乐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安寒老师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 按下小铃铛 谢谢你们 阿弥陀佛 祝你祝你 阿弥陀佛